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蕾斯西装亮相 无名发布会全员到齐 集体话少却好笑 没想到这个剧组后劲这么大 无名 剧组宣传团队真的好卖力 这次北京发布会 全员到齐 集体比一 迎来大合照 这次无名北京发布会 精彩看点有很多 没想到这么设恐的剧组 这次带来的笑点却很多 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剧组亮相后 还通过视频的方式 连线了没有到场的主创人员 有点设恐的梁朝伟一开始就笑着面对镜头问候大家 之后就相当腼腆地低着头 但是人家面对大家 问到对手系王一博的表现后 他说 王一博很专业 并且很认真好学 哪怕自己没有戏份也会在监视器后观看 刚夸完后 江书颖就说自己三生有幸能够跟朝伟哥演对手戏 这让坐在现场的王一博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了 话少的他 还是秉承一贯风格 等了好半天也说了一句话 惊心动魄 就在众人听后不解的时候 他又说了 不光打戏惊心动魄 闻戏也是 王一博聊天也有点让我们惊心动魄 就怕孩子太实在 说不定就说出什么大实话来 大鹏说 现场拍戏有那么几天喝了很多好酒 王一博赶紧补充说 酒还是热的 就在其他人以为他还要说话的时候 他却戛然而止 真是好突然的一句话 让其他人都不知道如何接话了 在采访的时候 现场有人说 剧中到剧中 最多的是领带 各种各样的 特别是王一博的领带款式最多 导演说代表了不同的心情变化 但是却把最贵的一条给了王传军 最后问到王一博 结果他卡顿了 只好说了一句 根据剧情来的 之后就把梗抛回了导演 这个剧组真的挺搞笑的 这次王一博跟剧组的人员一起亮相发布会 剧组这次真的是带来了不少的福利 看到红包后 王一博就很实在地把红包一直往兜里塞 塞完之后不忘点点头 这个样子像极了过年领到红包的我们 开心地像个孩子 好多人说 红包应该是有钱还是电影票 要不要多给他一点 与其这样 不如我们到电影院支持一下他的电影《无名》 这次剧组发布会 制片人于东说 剧组全员聊了十几分钟是迟的 自己才明白 原来钱都用在这里了 这个剧组真的很有意思 全员文艺饭十足 宣传不紧不慢 很有态度 有腔调 与众不同 发布会很有笑点 话不多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梗 有点黑色幽默风趣 这次全员集结 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的合影 很配合地摆出了一 预注票房大卖 大年初一看无名 最后 这次王一博身穿的西装依旧是香纳尔外套 还是黑色蕾丝的款 怎么说呢 相加少年穿出的时尚感 就是有自己风格 目前这部影片的预售一直在领跑中 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五千多万 前三天的排片并不多 场次也少 随着预售的增加 黄金场才会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